首先来看最新消息 竟然有人在熟睡的时候家里面遭了小偷 南投这个茶叶中盘商呢 他的家遭人闯入 2000斤的茶叶被五个小偷给偷走 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记者张俊东 好 你看到这个偷窃的画面是发生在南投 一名中盘商的仓库在凌晨的时候遭到了五名窃嫌闯入 不过这五个窃嫌当中监视器只拍到了其中两人 甚至还有一个人是拿着手电筒对准的这个镜头 来拍摄避免监视器清楚拍下他们的身影 这五个人闯进了中盘商的仓库 偷走了2000斤的茶叶市价 大约200万左右 中盘商不堪亏损 决定公布监视器画面 请大家来帮忙抓贼 我们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这五名窃嫌相互掩护 爬上了中盘商住家的二楼之后 再潜到一楼的仓库来偷走这些茶叶 2000斤的茶包括鹿谷 大鱼岭以及山林溪茶叶乌龙茶 最贵一斤要5000块钱 这样的茶叶全部都被搬走 市价大概是200万元的损失 中盘商看的监视器画面逐一来过滤嫌犯 犯案的使劲以及偷走的东西 以及现金决定赶快来报警 要抓住这五名可恶的窃嫌 这是目前为你掌握在南投的最新情况 再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 好我们看到这个中盘商的仓库被偷了 结果2000斤茶叶这么一被偷走